好 國會改革今天要拼三毒通過 我們來看看議場今天早上是人海戰術 是不挑戰術 到目前為止有肢體衝突嗎 我們先來看看 市審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28號這一天 朝野不比拳頭比誰的口號喊的響 只是民進黨要求的點名表決 依舊敗陣 針對是否採用點名表決 我們現在進行舉手表決 但這結果民進黨立委遭預期 所以人手一知己名善 不過藍英帆基石綠營自己不要表決器表決 這個同意書 國民黨黨團民眾黨黨團已經簽署 民進黨的委員只要自律 不會上台攻擊院長 我們都可以回到座位上面 用表決器表決卡來做表決 我們認為這是鱷魚的眼淚 這是貓枯耗子假慈悲 藍白聯手他們要的擴權內容法案都已經被舉手表決通過了 現在大家回到座位上乖乖的使用表決器 但朝野野設意見相同的時候 原來剩下的15條法案都是民進黨自己提的再修正動議 不予增定 藍白對此也沒意見 只是綠營人堅持沒討論程序不完備 繼續以暗海戰術拖延表決時間 預計一案花20分鐘 屆時所有法案要三讀也得到晚上 而在議程開始前朝野零星衝突不少 發言坦能不能放標語藍綠一度張持不薩 還有邱宜因因再生醫療法槓上陳玉珍 令邱宜因更爆料 手上有份來自交給國台辦的報告 指國民黨現在強推法案完全照著對岸指示走 這就是國民黨在發動的政變 拜託國民黨拿出你們的良心好不好 綠營的指控國民黨沒有特別反應 倒是韓國瑜這登高一呼眾人反應熱烈 今天是我們吳思瑤委員過生日 我們掌聲跟他祝生日快樂 好 剛剛本來大家打成一團 吵成一團 今天上午是沒有打了 吵成一團的時候 突然韓國瑜宣布說 今天是吳思瑤的生日 我們大家祝吳思瑤生日快樂 藍白綠 大家都給吳思瑤鼓掌 那我們來看看 亮哥給人家講出來了 我們看到其實在衝突中 還是有一些友善 一點點友善的舉動 包括您看到綠營要貼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藍營要貼改革審查 像這樣的布條 兩邊有一點互相擋到了 他們還主動 我們看到謝龍介主動幫忙 把綠營的標語往左移一點點 讓他們的標語能夠露出 被媒體給拍到 而另外這個布條戰打到現在 我們看到藍營喊話賴清德 這個是富昆奇 他說希望賴清德總統讓國會改革順利通過 剛剛都在講今天早上還好沒有肢體衝突 說時遲那時快我們在錄影的現在看到許巧鑫尖叫揪住了這個邱毅營的依領 兩個女生也打了一下我們來看看 好我們看到我剛好有點嚇到對不起 就是這個freeze在當場 結果好像是羅志強是拿手機直播的樣子 我現在有點沒有搞懂 邱毅營就突然衝過去說你是沒有被打過嗎 然後就賞了羅志強一巴掌 我看到報導是這樣寫的 畫面我還沒看到 就賞了羅志強一巴掌 而且要揮掉羅志強直播的手機 這個時候許巧鑫一個劍步衝上去支援 加入混戰 揪住了邱毅營的伊林反擊 大概是這樣的一波衝突 來我們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今天會通過嗎 國會改革三讀 會啦 而且卓榮泰昨天呼籲群眾不要到立法院 我覺得多少有效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考慮接下來的程序上 可以做的動作 因為今天刪讀之後 我估計民進黨很可能會提複議 複議就是考驗你立法院再一次表決 表決之後卓榮泰是應急接受或辭職 我估計卓榮泰應該會接受 接下來就是釋憲 應該是這樣 釋憲就會卡到一些細部的內容 就是在還沒有釋憲結果之前 國情之文這一條 賴清德要不要接受 目前柯建民在喊話 呼籲賴清德不要接受 所以說要釋憲之後 國情之文這一條 可是這個就考驗賴清德的決定 這是一個政治智慧 坦白講賴清德的人力根本是 我一點不認為他國情之文有問題 他是跟李登輝一樣 同一級的 李登輝到國民大會也沒什麼問題 就是他要不要 因為如果他不去 那就變成陷入了違憲 是不是違憲這樣的爭議 這樣我覺得國民黨一定會有一些人 多少會有怒氣 那就會發作到行政部長身上 那就會很硬了 因為接下來其他通過的條文 他就要所落實 比如說人事的聽證 他就要求你一個一個給我來 藐視國會 就盯著你講話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賴清德這一關 是蠻關鍵的 所以關鍵是賴清德要不要放軟 就是國情之文他要不要去 而且坦白講這裡還有一個機會 國情之文他有機會講話 就此言說他要不要做調整 或者是闡述 這也是一個機會 不然你就要等到10月10號 要等到國慶日 他才有機會講比較長的 也許他可以更細緻的 闡述他最近的一些想法 對 來 請教委員 這個總統要對國人講話 或是對國際講話 隨時都可以講 記者會也可以 開記者會 隨時都可以講 高興晚上爐邊談話也可以 也不一定要對記者講話 希望他這樣 對啦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國情之文 這個時間 國情之文因為我們過去以來 都是支持的 所以他也沒有反對的意見 只不過說怎麼進行的問題 他選前說可以的 對啦 可以到國管的報告 不會去反對 會到立法院 我覺得那個也是 歷史重大的一步 因為民選這麼久了 第一個民選總統 依憲法受邀到立法院 這個OK的 他應該是願意擔任第一人 那問題是如何進行 現在國民黨要的是 急問急答 就像現在在尋打 適不適合 國民黨恐怕也要思考一下 急問急答怎麼闡述 這個真的是很難闡述 你要讓總統報告 即使連美國國會這麼強 都沒有總統在那邊備詢的 也沒有這件事 第二個事情就是所謂 藐視國會這件事 現在年輕人最不滿是這件事 倒不是總統要不要去國會 這個國民黨如果說 為了面子不修正 他只要修正一條就好 就針對官員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擴及到一些人民團體 那應該是很容易處理 為什麼要協商就是要處理這些事 為什麼要恭聽就是要看看 平衡一下社會的需求 以目前看起來大概已經沒有那個空間 也就是說會有一陣子的衝突 你說就這樣子平安的山賭完成不會 一定會有衝突 青鳥會不會飛進地板 因為異常不知道 主動態不是叫他們不要飛進來 有的時候你越不讓他飛 他越要飛 所以我覺得會有一些衝突 但這個衝突會不會影響到山賭不會 不會 但是會有疏解所謂社會壓力的效果 最後這件事情會在大法官釋憲 大法官釋憲的之前 到底這些制度能不能上來運作 這個我看各方解讀不一 那怎麼辦 總統要不要公告 要不要簽名 這些都是因為我們沒有碰過 你不公告會自動生效嗎 不公告不是會自動生效嗎 但是我就不執行 不管怎麼樣講就是說 反正就是史上第一招 大家都沒遇過 我覺得應該各政黨 如果為國念 為民念的話 應該是大家坐下來 至少黨的領導人 國內高峰會議一下 我同意這個事情 不應該民進黨說了算 你的意思是召開一個國事會議嗎 也不是 就是各政黨領導人 然後是社會選擇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只要能夠大家坐下來 好好談一下 我們新的權力結構 應該怎麼樣安排 我覺得這是好事一樁 林桌水也是希望這個樣子 不是他說去支持你們 你不要抓著 林桌水來當人肉盾牌 他事實上是希望國會 是要強一點的 但是你不能強到最後 變成行政院是變成他的小理子 這樣就完蛋了 國家就完蛋了 你說坐下來談 現在民黨立委是連坐下來 表決都不願意 我是立委 我說政黨民黨 我說黨主席 黨主席講完話 包括了卓榮泰講完話之後 你看現在民黨立法委員 上半午好像還覺得客氣一點 就到下午之後還不是要瘋掉 那個是個人行為 你們民黨一直說國民黨 舉手投票是違法是不清楚的 那為什麼 是因為你們民黨立委 根本不願意坐下來 好好的位置上按那個投票 他講的是政黨的 我說政黨 你要國會 以現在這種立法委員的 情緒狀態 好好連黨團要坐下來都困難 但是我覺得政黨是冷靜的 黨團協商完全無效失效了 我覺得政黨是冷靜的 而且黨團是聽命於政黨的 大家好好來談 委員如果講政黨的部分 賴清德是史上當選之後 到就職前 沒有跟朝野領袖互動的一個總統 蔡英文有 馬英特有 賴清德沒有 然後賴清德在520就任的一週 他不是去找朝野領袖談 這些法案也沒有經過討論 他是直接攻擊 而且鼓吹所有的群眾 可以不要理國會裡面的 民主議會表決 這是賴清德在就職前 就職後告訴我們 他的總統的格局跟態度 我覺得全民都看在裡面 我覺得委員講得很好 政黨 賴清德什麼時候 要來跟在野領袖談 OK 如果你們同意的話 我覺得很快 我覺得很快 怕的就是你們不願意 那你們要先出橄欖枝 抱我已經釋出了 現在這一支 好像被視為橄欖枝 所以 不是 我要補充一下 如果賴清德 不要為國為民練 你不要為民進黨練 也不要為國民黨自己練 其實第一個 如果民進黨的黨團 願意來談的話 就已經不會淪落到 現在這個地步了 拜託 你覺得他們沒有正義要 他就沒有人想要談 幫你打開 現在這個地步 就是你的 你不死 就沒了 有 我 有